郑一剑允许小演员抛弃梁永奇。至今没有孩子。她松口坦言气官已经不是自己的。 香港演员郑一剑,在电影《古惑仔》中陈浩南把戏形象,深受很多份欢迎,在音乐和电影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说是香港巨星,还曾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不过他和老婆结婚后,到现在都还没生孩子,原因竟然就是。 郑一剑出生于一个很普通家庭,初中毕业后被星探发现拍广告而出道,不过当初表现一般,后来王晶慧眼发现与他签约了几部戏约,可惜都没有大卖,恰逢当时古惑在漫画横行。 郑一剑,在改编电影时,王晶觉得书中的那位有情有义,应有多毛的男主角陈浩南最符合郑一剑的形象,当即拍板让他主演。 郑一剑在娱乐圈中始终非常的低调,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郑一剑的几段恋情也尤为令人好奇,在郑一剑的几段感情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他和邵美琪还有梁永琪之间的感情。 1990年郑一剑与邵美琪擦出了火花,那个时候是姐弟恋,邵美琪比郑一剑大两岁,后来由于梁永琪的介入两人分了手。 但梁永琪那个时候比较高调,还宣称并没打算和郑一剑成婚,终究两人时有争执,终究分了手。 不久后郑一剑就和蒙家会相识,因为蒙家会的出现,所以郑一剑蒙成了要结婚的念头。 虽然蒙家会在娱乐圈中不算是非常惊艳的存在,不过她还是非常清纯耐抗的。 两人的婚礼很低调但是也很温馨。 蒙家会从24岁第一次参演《非常突然》这部电影,就荣获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那个时候的蒙家会,清纯的气质让人眼前一亮,漂亮的脸蛋更是让人难忘。 前段时间蒙家会还和郑一剑一同出外旅游,甜蜜的夫妻生活实在是让人艳羡。 正一剑半生无字,下半生也不太可能要孩子,在不久之前正一剑签署了遗体器官捐赠协议,决定将自己全部有用的器官都捐赠。 参考来源